另外還有沒有其他一些不良反應呢? 基本上它還是會產生疲倦無力、關節痛、頭痛的症狀 頭痛的一些問題 其中以疲倦無力的發生率機率最高 大概將近有七成 比較嚴重的疲憊的情況大概有四成 什麼叫嚴重的疲憊呢? 基本上就是你這疲憊休息也沒有辦法緩解 而且你連上廁所吃飯的那個體力都沒有 就是屬於嚴重的 好在吃這個藥大部分病人都是屬於一級二級的疲憊 不是算到那麼嚴重的程度 如果有出現這種疲憊情形 基本上可以建議幾個方式 第一個還是不要因為你有疲憊累的情形就不運動 還是要做一些輕鬆的運動 要及時的休息、要補充水分 另外一個就是盡量讓睡眠品質比較好 如果這個方法還是沒有辦法讓你的疲憊緩解 可以考慮先暫時停下看看狀況有沒有比較改善 另外如果疲憊不會處理人 就拜託去書店買我的書看一看 基本上上面有寫更多的方法 另外還有沒有什麼疲憊的 有些病人會吃了這個藥以後 他的腎臟的功能 激酸肝會增加 但是有時候病人看到這個激酸肝增加 就是以為說吃這個藥把油氣給凶掉 傷到腎臟 基本上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藥物基本上會讓激酸肝的代謝出現一些改變 所以常常這個藥物吃的病人會有激酸肝的異常 可是他的腎功能測這個GFR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有激酸肝異常的時候 麻煩就可以請醫生說 我的這個所謂的GFR到底有沒有正常 如果GFR正常的情況下 就不需要停藥或減量 另外有些人吃這個藥會產生肝功能異常 甚至有高血壓甚至會失眠 但是比例都不是很高 大概小於百分之五的形形 最後做一個總結 其實這個藥物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藥物 但是他跟其他標靶藥來講 他還是副作用的程度稍微多一點 比例也稍微多一點 特別像血液的毒性 他部分的標靶藥會貧血的機率並不是很高 這個藥物貧血的機率相對不是太低 你看嚴重需要輸血的比例 你看在不同研究有到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二十 這些都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貧血不太容易從症狀看得住 因為這些貧血都是慢慢發生 不像那個打化療以後 打了以後一個禮拜後 血色素就掉了三四以上 這個可能就我們一樣 這個都是慢慢來的 就很麻煩 所以有的病人是吃了三個月後 奇怪 這個病人怎麼顏色越來越蒼白 體能越來越差 本來爬樓梯爬四樓都沒問題 結果現在爬兩樓都喘吁吁 結果測個血色素只剩下三個 也有人報告這樣的案例 所以這個貧血的部分要特別小心 其他耳心裸兔跟腹瀉通常會發生 但是他比例不會很高 重點是嚴重比例相對是比較低的 只要我剛才講幾個原則 特別注意應該可以處理得不錯 所以對一個藥物 這個好的藥物 我們常常期待這些好的藥物 新的藥物 就像這個聖誕節的時候 會期待這個聖誕老公公 又給你很多的幫忙 而且給你很多的期待 但是對你身體不會受傷害 但是如果你把副作用不好好處理的時候 聖誕老公公就會變成這個人 這個人大概應該有看龍翔電影台 就常常會看到他 所以其實一個副作用的處理很重要 對副作用的處理 基本上的原則就是 一定要告訴病人說 要早期的就要知道說 到底副作用有哪些 有哪些東西需要告訴醫生 有哪些的副作用 嚴重程度是很高 要趕快來處理 另外有沒有一些飲食生活方式的調整 對副作用的部分有幫忙 可以也可以 應該要早點教育病人 所以其實早點教育病人是很重要 所以在吃這個藥物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副作用的處理方式 副作用有哪些 另外就是不要忘記 當有副作用發生的時候 要去找誰 要去找聯絡誰 有沒有什麼協助的管道 來處理副作用 千萬不要等到嚴重副作用 就在家裡忍耐 因為癌症治療就似乎有副作用 有副作用就要忍耐 我一定要忍耐才能夠人定勝天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去找 尋求所謂的協助的機制 所以另外最後做一個 小小的一個 常見問題的一個摘樣 這個藥物有人會說 那可不可以撥半吃 到底要飯前吃還是飯後吃 基本上這個藥物是定計的 不能撥半 要整顆吞服 也不可以磨碎 也不可以壓咀嚼 也不可以溶解 另外就是說 如果忘記 到底是飯前吃飯後吃 剛剛已經講過 可以空腹吃 也可以跟食物一起吃 可以跟什麼 但是吃藥的時候 切記不可以喝什麼 葡萄柚汁或者是苦橙汁 另外就是忘記服藥怎麼辦 基本上忘記服藥 就忘記了 忘了就忘了 但是下一次不要忘 不要連續忘了好幾次 連續忘了好幾次 就要去看十字門診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要吃到什麼時候 剛剛廖主人有講過 目前台灣的訪單的建議是 吃到疾病惡化 或者有副作用不能忍受的時候 目前已經有人研究到說 有些病人已經吃到六年以上 這個藥還控制得非常好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腎功能不好的病人 要不要調整 基本上 輕度腎功能不佳病人 不需要調整 但是如果你的所謂的CCR 在31到50的時候 要調整肌量 要從300變成200 另外洗腎病人可不可以用 目前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腎功能太差病人可不可以用 因為訪單上面會寫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這個藥物吃了以後 會產生所謂的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 或者是潛白血病 這我剛剛提過 因為過去做研究的這群病人 可能都做過很多的化療 在做過化療的病人 本來就有風險會產生骨髓增生不良 或者潛白血病的發生 後來在更後續的研究發現到說 其實無論在實驗組 還是對照組 都有人發生過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的情形 所以這個藥物就算不用 你打過化療病人 本來就有可能會產生骨髓增生不良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大家不要太擔心 不要說治療一個癌症 為了一個治療癌症又得了另外一種血癌 不要用這個觀點看這個藥物 因為這個東西很可能 到底發生的機制是什麼 目前還不清楚 但是這群的病人的族群 本來就容易得到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的 後續的一些病發生 所以只要臨床醫生 他可以在血液功能 在副作用發生的時候 及時的警覺做骨髓的穿刺 他可能就可以早期診斷出這樣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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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